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8号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其实呢 我给一张不太准确的图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 就是说你看到民主党在众议会上是赢了 但是当时我cap这个数字 其实民主党最后赢到223席 共和党197席 其实两者的距离不是那么远 你可以看到这里来说 大约民主党在一些很小的区 很小的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民主党赢了 赢在一些很人口密集的地方赢了 然后好像这些州呢 整个州 都是只有一个众议员 因为那个州很少人居住 那么共和党就赢了 共和党呢 其实在一些人口少 主要是白人居住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很有优势 但是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可能很多颜色的人种都在那里居住 那么他们就没有那么容易赢了 那么你看到刚才那个图 你会解释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民主党在一些大城市 在一些密集住的地方 他们赢就比较容易 可能那些地方就是 咦 有很多人种 大家习惯了接受很多人种 特朗普那一套呢 就是 他白人至上主义 那些 其实他们是很反感的 这个就是 看到那个政治分布 为什么我仍然给大家看图图的原因 因为 那个数字虽然不准确 但是那个政治分布呢 就在我刚才的图里看到了 那么呢 其实另一方面 在众议院那边呢 这个都不是很准确的 就是在众议院那边呢 你看到就是 蓝色的是民主党 那民主党呢 赢了45个位而已 比他原本更坏了 就是他 最后呢 民主党赢了47个位 共和党是51个位 就是说 共和党呢 差不多就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他没有不见位 他有些位不见了之后呢 在民主党里拿回也好 基本上就是 选前51 选后51 那么 你看到呢 就 共和党在德州 当然很有优势 跟着这些 这些州份呢 就 比较少人厚一点 他就赢了 这样 共和党是这样 那么跟着呢 民主党呢 就 呃 就不是赢得那么多 那么 那么 现在形势来说呢 就是 你看到了 就是呢 特朗普 失去了 一个呢 众议院的 议席 就是 他不能够控制 众议会 参议院 仍然控制 所以呢 但是这样来说 究竟 是不是特朗普 在这次大选里面呢 就 声势大振 大输呢 那么 你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说 特朗普觉得自己是大赢 那么 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 究竟 特朗普 赢还是输呢 那么 那么 我想 大家要调整个理解 那么 其实特朗普 这次 这个选举呢 其实 是反映了 在两年前的总统大选的情况 那两年前的总统大选 就不是众议院全部改选的 明不明啊 两年前呢 其实呢 可能只是 有部分的参议员呢 就做了一些改选 众议院呢 是没有变的 那就是说呢 上一届去选 这个众议院呢 是2014年的了 那时候还是奥巴马时代 那么在那个时代来说呢 共和党呢 基本上呢 就多个民主党 有什么奇怪呢 那样 但是去到16年 那个政治的分布来说 用回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分别呢 就是说 喂 那时候来说呢 特朗普呢 就赢不到逐张票计的普选票 但是呢 他赢到选举人票 那就是说呢 可能呢 选举人票来说 那个效应来说呢 就 都是最主要是看摇摆州的 摇摆州主要是住什么人呢 白人 是不是 就是在那些大城市里呢 其实那些摇摆州没有那么多黑人 或者有色人种的 那些有色人种都住在那些大城市里 或者住在那些南方某些州 但是那些州是紧局了 比如说你住在纽约 紧局是民主党是蓝色的 但是那些摇摆州呢 其实主要是白人住 那特朗普呢 就赢了那些摇摆州 所以他就是选举人票赢了 但是普选票输了 那其实现在来说呢 特朗普是成功守住他 两年前的政治局势那个基本盘 就是说呢 其实他就是 在那些参议院的选举里面 你看到那些大的州 就算有很多众议员也好 都是只有两席的 只有两席的参议员而已 那些很小的州 比如说在波士顿麻省 那些州很小的嘛 但是他仍然呢 就有两个参议员 你明白吗 就是说呢 对于特朗普来说呢 在一些小的州啊 白人多的州里面呢 他是赢到的 但是如果说以人头计 普选计 很多大城市的人 见过世面呢 就不太喜欢你特朗普玩种族歧视的 但是其实可以说一下他了 这次特朗普是守住他两年前的基本盘 没有不见票啊 如果按回两年前普选票 希拉里赢的嘛 就是如果按人头计 希拉里赢的嘛 但是选举人票来说呢 因为赢了摇摆州 白人是多数住摇摆州的 那特朗普就可以守回两年前的局势了 那就是特朗普过去这两年呢 的施政呢 虽然撕裂了美国 但是事实上 他的行为呢 是讨好了很多美国居住的白人 而白人的人口呢 仍然是占过社会的多数 特朗普这种民粹 这种四维开火 原来在美国国内 那些穷的白人 是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政治现实了 那么现在这个选举 所以证明特朗普 他的白人选票 极其坚韵 共和党呢 是不敢出卖他的 就是说以前我们的分析就是 如果中期选举 特朗普输的话 那输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选民不喜欢去的话 那输的意思就是这样定义 不是输了 众议会的控制权 就真的叫输 要下定义 那你其实两年前的 基本盘都是这样的 希拉莉都是赢普选票的 众议院是按人头计的嘛 那个州多人住 就多众议员咯 议席咯 多点位咯 是不是 参议院 就是 每个州不理大小人口 加州那么大 又是两个位 是不是 这些很小的州 得可几百万人 比如说在 华盛顿州 在士哈图那个省 比较小的小人口 都是两个位 是不是 麻省 波士顿 也只有两个位 特朗普 其实在 参议院那边 其实就 挺好优势 因为那些 人口少的州 多数白人住 是不是 所以特朗普 可以说 今次这个选举 是极其成功 甚至就说 他搜到他两年前 所有基本盘 就是两年前 选特朗普的人 全部都很满意 特朗普这种 四维开火 攻击中国 搞下其他国家的策略 他们都真的很相信 特朗普呢 搞贸易战 搞其他国家呢 是会令到 很多工业将会 将会 将会 回到美国的 要求 他们是这样 信 觉得特朗普 说过狠咬 我们的要求就是 最真 我们是本土的 我们是本土的 最真外来的人 抓了美洲的人 全部都拔 那些黑人 垃圾 所以 白人要涌枪 有什么不满意,白人警员把这黑鬼打死吧 他们真的这么想,觉得特朗普不加强枪下管制 好啊,白人多点枪 黑鬼就算有枪也好,我们白人多过他 他们有什么搞事,把他打死吧 如果他们有什么样子,白人警员把黑人打死吧 白人真的这么想,觉得特朗普这套不加强枪下管制 然后排外,甚至其实特朗普 他基本上,经济,基本上贸易战 没弱到影响到大多数白人的利益 虽然有些农民就天天喊痛 但是呢,是没影响到那些 那些普通港大的白人的真正的生活需要 因为贸易战真正打得很麻烦 对了,打到2000亿是9月尾 对不对 搞到10月就变了股灾月 但是对于很多白人来说 他们不会常常乱炒股票的 10月是股灾月又怎样呢 然后贸易战,你刚刚发生了 9月尾是2000亿 那我2000亿 根本影响不到11月 那都没烧到上身 就觉得特朗普好咯 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特朗普有一个真是很聪明的策略 我觉得为什么在中期选举之前的 过几两个礼拜 有大量的中美洲的人 譬如说有些什么 毅地马拉 熊刀拉斯 但是千军迈马 就勇 经过 这个墨西哥 杀去美国 那我班人 那为什么要杀去美国呢 跟着美国就杀 特朗普杀有戒事 就玩一下噱头 那就叫整堆有呢 就去 叫那些士兵呢 就放了5000人 就在那个 边界保护 甚至说到很困难 就说 如果那些人扔石头呢 那我们的士兵就开窗了 那香港很多人都抽水了 就说 那时候梁天琦 整群家铲 去警察订砖 国际标准应该开窗的 大哥 好 是不是 刚刚香港又有一宗警员 女警呢 开了第一枪 拔了个刹 那刹拿着把 戒刀砍死他 那警员就拿一枪拔他 那这些你美国佬那些走狗啊 这个是你们的国际标准来的 你们的神服朝拜的 特朗普 都是这样呼吁的 那今次香港警察呢 不是听他说 不过呢 就配合到他的立场了 因为他拿个戒刀要刺死人 那女警觉得 喂 难道等你刺死我才行 我就拔你了 不是 我觉得那个女警完全没有错 特朗普也说他没有错 特朗普也说他没有错 特朗普呢 偶像都说 特朗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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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一个保护国家的形象呢 挑动到白人 因为 他们的移民要杀过来的时候 喂 那些白人来说 就算我利益打了一些折扣都好 那其实 喂 我就最恨 美国就三亿多人口 我还要多些什么黑鬼 还要多些拉丁美洲佬 no way 那些白人真的这么想 就是他很像香港 我本土意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特朗普成功在这个 呃 就是这些 难民的 一堆人 去涌入美国的时候 成功就 没弄到 美国白人的情绪 就得到很多票 你不要说特朗普真的很棒 就是 我觉得那堆人 一定是有人放些假料 他们才这么白痴走过来美国 接着就被美国挡住 然后就进不了 喂 搞了一程车走到这么远 最后进不了 是不是叫找笨啊 跟着 就是做人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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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个叫做 呃 一个就是 一个 黑面的角色 最后就赢了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就扮英雄 挡你们走 他们都是为理想 他们坐程车 以为美国是好的 那 那 那其实 现在上到去 他就浪费了 那 其实 我觉得 如果真的 如果我的阴谋量是对 特朗普用这些阴谋诡计 在这些穷国家里面放这些流料 武动这些中美洲国家的人民 上到去被他隔住了 入不到边境 我觉得这些真是 如果为了选举而这么做的话 那美国佬真的好扑街咯 好没人性咯 是吧 你为了你赢的选举 放些流料 引到那些人上去 然后制造了一个社会危机之后 那你就扮英雄 用些军队挡住那些人 那些人就被人妖魔化了 喂 他收不到这些流料 如果他们没有收流料 怎么会这样带到封去美国 那其实特朗普 今次这个阴谋 可以说是解释完了 但是呢 我们要问 喂 他这样 现在他叫做 守住两年前的基本盘 他基本上呢 就 因为 以前 选之前的形势 代表2014年上届选举的形势 对不对 那现在 16年的基本盘他搜到 只是不见了个 众议院的 呃 呃 控制权 那究竟会带来什么效应呢 其实没有效应 因为 其实众议院 当然可以调查 一个总统 有什么通俄门 什么什么 但是问题是 去到参议院是 是共和党控制的 就是搞完一堆无米粥呢 都影响不了 特朗普的位置 可以说呢 特朗普呢 虽然失去了 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呢 他实质上来说呢 守住了基本盘呢 共和党现在呢 不能离开他 因为呢 有他的支持之下 他帮哪个助选 那个人呢 多数都赢了 那些人喜欢特朗普的 美国国内 你吹吗 你香港人觉得 你不喜欢特朗普都好 美国里面的人很喜欢啊 那些白人很喜欢啊 那些白人很喜欢啊 那些白人穷很喜欢啊 白人穷很喜欢他啊 白人有钱人就不喜欢特朗普了 因为搞贸易战呢 影响到那些有钱人的河巴 那这个很简单啊 是不是 但是那些穷人真的很喜欢他嘛 那现在特朗普 守着基本盘 共和党就觉得 喂 他真是拿到票啊 怎样可以出卖特朗普呢 所以呢 弹劾是不可能的了 就是 现在特朗普 今次这个选举 的意思是一个大胜 如果他是大胜的话呢 会有什么推论呢 这一节就没什么时间说了 我就会觉得 因为最近你看到很多新闻 看到基辛格来北京 和习近平聊天 两个这样聊天之后 其实放了个信息就是 中美要合作 这个在香港的电视台出来 那香港电视台当然是拿回中央台啦 那就是其实大陆 都是把基辛格访华这个信息 和习近平聊天这个事情 就去放大了 那无线就转递给你看 那就是说给你什么 说给你听些什么 就是说给你听 中国呢 中国呢 和美国呢 之间这个贸易战呢 应该在选后呢 转换 就是那个关系不再那么激烈了 因为特朗普赢了 赢了就铺局下一局 那这个贸易战呢 那这个贸易战呢 其实就是在选之前呢 就整色整水而已 9月尾去搞 那11月选举都没有感受到的 那我相信呢 现在选举之后呢 美国就开始 做一些动作呢 去守兵 就是说呢 开始把攻势呢 去减缓了 不再 不再去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这个我觉得 呃 不要以为 打赢贸易战呢 美国就想继续去 即是美国 即是特朗普赢了选举之后 就想继续谷贸易战 现在特朗普给的姿势来说 不是这样 即是如果你说 今个月 11月月头 那你头个几天 都经常听到信息的啦 就特朗普开始 放些 橄榄枝啊 放了些语气 就说 喂 G20啊 在阿根廷会见面啊 习近平会见特朗普啊 那应该就会 转门啦 所以11月头呢 股市是这样升了很多的嘛 老实说一句啦 即是如果在我的政治分析 我政治分析就在行些 经济分析看图我没那么厉害的 所以那些东西是给阿光志余做的 第二个节目 但如果在政治分析来说 我真的没办法啦 我只会告诉你 会持续反弹的 因为那个中美贸易战那个 那个阴影呢 现在正在消退 那当然啦 我对香港 楼市倒下 或者金融风暴那些 我对香港呢 那个危局呢 我始终呢 我还有这个忧虑 在那里 但会不会说 因为中美贸易战那个 转为比较 没有那么激烈啦 或者甚至 不打啦 呃 呃 你又下台街啦 那我又买回你这些大豆啦 那大家休战一年呢 你明明特朗普的策略是会怎样呢 他选举前 拿刀朗枪去插中国嘛 明白吗 那但是 现在选举后了 过骨啦 赢了 对啦 其实那个定义是赢的 虽然没有了 就是那个 众议院的控制权失去了 但是他基本上搜完他的基本盘嘛 他在党里面的人气啊 都是 得到确认他是有人气的明星 可以 扯到非的 那特朗普要铺局下一局 连任了 2020年 19年呢 是不适宜玩到这么狠 那就休养生息一下咯 说一下那些无谓东西 假扮吵架咯 但实际上没什么行动的 那中美假扮吵架呢 是令到那些白人觉得 自己的总统没有出卖自己 就放软手脚嘛 过了河就不理我们 那不是 那但是 作完撞之后呢 到了2020年的选举期呢 特朗普就开始 又刀刀刀刀刀刺中国 又有贸易战了 那样 就是我估计 因为特朗普今次是选得好的 他可能会将 将这个贸易战呢 真的会 会这个规模缩细 甚至停了都不定 这个看一下 我觉得呢 中美关系一定会 是 由激烈对抗 变成温和 这个就是我可以断定 下一节再回来再说一下